今天我们有欢喜上课啦 剧中唯一两位帅哥美女 唯一两位 关德辉还有Zinny Hello Phoebe你好 Hello你好 全新的一集要开播了 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在这一次 欢喜上课啦里面的角色 让大家重温一下 我的角色是一个 有文字辟的老师 侯老师 我想应该是 那个欢喜台开台以来 唯一一个不会讲福建话的角色 我本人会讲 我在台湾也是演台语的剧 可是我在这部戏里面 是要扮演完全不会讲福建话 然后受不了那些福建华语的 一直纠针别人的华语 在这部剧里面是饰演一名老师 一个很善望的人 整天都会妄动妄息 甚至有带饭盒 可是里面忘记装饭那种 我其实蛮喜欢你们在 剧中整个角色的诠释 因为好像就蛮像你们自己的 特别是G 我觉得这角色 你演得很好 非常神啊 你看她本来是女神 对不对 她现在变没头身 没头身 厉害 那今天你也因为这部剧 那个福建话越来越好哦 哦真的真的 拍这个戏之前呢 我在家是不习惯 跟人家用福建话来沟通 然后拍着拍着 我觉得我自己有进步很多 最新的一季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这次在戏里面呢 演一个一人分饰两脚 就是除了演侯老师 其中还有一个角色是一个明星 叫做关德飞 关德飞啦 对 然后那个明星呢是 讲话也讲不准 就是讲话会漏风的 一个是自证腔圆 然后一个是讲话漏风 然后两个个性差很多 我其实挺担心的 我很怕两个角色看起来太接近太像 可是刚刚问过同事 他说哎 那个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讲那个关德飞 那个看到就想要把头发剪掉 我就想扁他 MelodyFM配合全新一季的欢喜上课啦 两位剧中演员就来到了 MelodyFM非卖品 我们有关德辉 还有Zini 那Gini呢 这次的挑战 这次的新的一季里面呢 就有多了很多幻想的画面 我也有机会去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比如像印度姑娘啊 欺负老人的人 这样子 因为不会太难啦 他平时就是欺负老人 每次都欺负我 因为你是老人 好那说到这一次呢 你们已经看了这个第一集了嘛 这一集有什么看点 冰冰结婚了 新郎 就是远洋妈校长 新郎是一位神秘人物 好期待哦 唱歌很厉害的人哦 我的在第一集里面只有声音的演出 发现到他竟然有个未婚夫出现 然后老师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崩溃 离校出走 对对对 很好笑 人家是离家出走 他是离校出走 那合作到现在 你们互相想要跟对方说的话是什么 成熟点吧 长大一点 这是跟你自己讲的吗 我觉得这个戏真的天马行空 想象力非常丰富 然后又很适合真的我们本地的那种味道 里面很多笑话也是 我觉得是本地人才听得懂的 是 look like him but not him 所以大家会发出会心的一下 为什么之前欢喜大家每次有share一些video的时候啊 点阅率也很高 上百万的那个 真的很吓人 很惊人 我是冰冰 全新一季的欢喜上课啦 即将要播放了 在8月30号 我是冰冰的冤家 欢喜冤家侯老师 请大家要守住 Astro333或者332 因为全新一季的欢喜上课啦 你一定不能错过 订阅你